明格聊太极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明格聊太极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9号星期三 这里是美国田纳西州 现在是美国中途时间的早晨 8点整 今天天气很好,也不冷 好,那么今天呢 这个视频呢 是在昨天的视频 我拍了一个视频 在YouTube上传的时候呢 从早晨传到天黑,也没有传上 不知道卡在哪里了 结果我把它删除了 删除了以后,结果一看呢 也没有留草稿 没办法,我今天就重拍了一个 好,那么首先 感谢各位的打赏 那么 重拍的内容和昨天是一样的 就是关于太极拳的内和外 内和外是 怎么样把它统一起来 这个太极拳说 练内不练外 就是说呢 那么这个内外怎么统一起来 这个问题呢 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只有内没有外行不行不行 你只有外没有内也不行 因为任何的形式都是一个 有一个内容 任何的内容一定要有个形式 它内外是一个统一的 那么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 怎样把它统一起来呢 那也就是说 外 内 统一起来 从理论上说 太复杂 而且民革辽太极的初衷是 谈死不谈死不谈理论 那么 我们只谈实际 所以说 如果你谈起来理论的话 那太复杂了 而且复杂的让你难以置信 你根本就搞不懂 今天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方法 把内外统一起来 我说的是实际的操作 什么小方法呢 就是 我们在散步的时候 首先你要找到这个内外统一的感觉 内外统一感觉 走路的时候 你把这个手 食指 用我们的食指 在地上画圈 你走路不要停 你散步是轻松的 一定不能紧 你走快了不行 就散步的时候很慢 这时候呢 你兴马游江的在散步 弦停信步的时候 你的手在地上画圈 画圈 食指在地上画圈 大圈小圈都可以 找到你在画圈的时候 身体内部的运动的感觉 这感觉一旦找到以后 你感觉到手指头哪怕是动一点 身上都动 你动一点身上都动 找到这个感觉以后 你练个三四天 你两三天都行 你把他这种感觉怎么样 放到大太极拳的套路 你是练深式太极拳的也好 阳式太极拳的也好 无式太极拳的也好 你不管练什么太极拳 你把这个感觉放进去 比如说我练的是阳式太极拳 那么一起 我这个手一动 里边是动的感觉 你找到用 你走路找到那个感觉 怎样把内部带动了 这一种练法 内外就统一起来了 内外统一起来 其实它就是我们平常在太极拳练习中间 在民歌辽太极中间 常说的 经常说的 所谓的什么 异道气道力道神异气什么东西 其实它都是在一块的 这是一个整体 你就把这些神异气内外上下 都统一在一块了 这个小方法 说民歌辽太极 说民歌不谈事弹气 不谈理论 不谈理论 那么所有民歌手聊的都是民歌练到的 民歌没练到的东西 绝对不会说 这个大家放心 你可以大胆地按照我说的练 你练个一两天也不耽误什么 对不对 如果你感觉不好你就不练 你师父不让你练你就不练 原来有一位朋友他就是 怕师父说感觉啊 民歌聊得非常好呀 感觉也很好 又怕师父说跟别人学了 所以呢就是很纠结 其实内功是看不见的 内功你自己练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关于这个 怎样把内外统一起来 这个小方法 我们就聊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转发点赞收藏关注 谢谢大家明天再会